HELLO 大家早安 今天呢 是我要出國的日子 對 就是我要出境的這一天 然後我機票呢 是訂在7月1號的下午一點半 然後呢 我今天早上才去拿我的護照 終於 我真的超怕來不及 然後幸好就是辦事的人都非常的幫我 然後我有來得及拿到我的護照就可以出國 真的嚇死我了 我真的差點以為我要改遷飛機 好 然後我們現在呢 就是要準備到桃園機場的第一行下 因為我這次去加拿大是有轉機的 就是我要在韓國人穿機場 然後再轉到溫哥華機場去 所以我這次呢 就是先到一行 然後辦理一下check in 先在車上完成一下我的簽證 我的疫苗證明是有一個黃皮書 但是因為我是前三天護照不見 所以我現在剛拿到護照 所以我的黃皮書應該是護照是之前的 所以大家update一下就是剛才發生的超多事情 就包含我的什麼行李箱打不開之類的 就是超多我第一次出國然後遇到的各種各樣的問題 然後我就覺得很煩長到很緊張 就很怕我出不去啊 或者是遲到什麼之類的 反正 總而言之呢 我還是順利的就是拿到我的登機診 然後我一早也都拿到真的是謝田謝定 然後希望我到那邊之前都不要出任何事情 然後在轉機那邊 在韓國轉機那邊也不要保養任何事情 然後在後面 我們要來吃午餐 我的漢堡 然後我老媽跟我老弟 然後來我老爸 我來吃午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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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幫我的胰臟買了一條眼睡的菸 我現在要吃 對不起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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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